K.O. K.O. 同學來了 老公挖技多人運動 連阿嬤都不放過 下午的時候沒有賭就幹嘛 給我搞色 他就會帶女生朋友 去我老公的那個 租的房子裡面 跟女生在裡面 那個 然後有時候叫我老公說 一起回去 而且還是進我老公阿嬤的房間 糟糕了 阿嬤都不放過 不行啦 他們就說 結果是阿嬤在旁邊看 對 掩護好友上酒店 空氣秀舞自嗨 我在家裡面追劇 結果他老婆講 我這時候應該在酒店 我還把他特別轉到那個 音樂頻道廣告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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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趣還要這樣自嗨 Yeah 雪滴... 雪滴到六 Oh Yeah 如果你老公有這樣的兄弟 你今晚會讓他出門嗎 跟我出門 很放心的啦 跟我出門就要小心囉 同學來啦 不要再找我老公出門啦 Yeah 老婆的敵人除了小三之外呢 最可怕的就是 兄弟 跟兄弟約出去之後 約...忘記幾點要回家啦 對 女生都常常都給 會不會有點雙標呢 你們自己跟 姐妹出去玩 對啊 我們跟姐妹出去玩 就是都是女生啊 你們跟兄弟出去玩 沒有妹怎麼玩呢 對啊 不是 不能這樣 奇怪了 不一定 我們也可以下象棋 對啊 對啊 去公園做運動 天堂 你都打一打一起 打一打電動而已 下什麼人體象棋嗎 是人體壽司的 群馬 等一下 等一下 為什麼我跳人 人體壽司要去哪裡吃 我還不知道 好像 真的有嗎 好開心喔 都在林山北路那個階段 真的有嗎 是在上面這樣賺... 喂 真的有嗎 怎麼賺... 妳是 又想問小百合對不對 好不然我們就問一下小百合 小百合到底哪裡會有這種東西 百合壽司 人體都會壽司 還是怎麼樣 妳有聽說過嗎 妳有聽說過這種嗎 有人來找我 那個要不要動 真的嗎 沒有 妳怎麼什麼都做過 妳確定嗎 男生其實就是這樣 新鮮就是比好吃重要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來聊聊一下 這幾位 另外一半 如果跟這些兄弟出門 我是小優啊 妳會讓他出門嗎 妳是誰 小優 妳再怎麼新鮮我也要舊的 不是 拜託我也不要你這個新鮮 新鮮比好吃重要 怎麼給我舊的 我的天啊 妳怎麼又來了 臭男生來說 新鮮的女生就用 妳才臭的 你先死我了 好可憐 臭魚爛蝦的味道 2023年不能打麻將 超高 哈哥這樣講 他自己笑得很開心你知道嗎 很久沒聞到這種粉味了 其實是有一點舒服 但今天我們中央不是他 對 不是他 對 我們重點是想要請教我們這些 美麗女孩們 面對這些男生當中 妳最擔心妳的老公跟誰出去 假如妳有老公的話 如果有一些年輕的同學們 來 皓如姐妳先來說好了好不好 對面 如果就是對面四位是蠻好選的 我最不想要我老公跟哈孝遠出門 哈孝遠出門 哈孝遠出門 對 因為我認識很多啦啦隊 長相普通 又窮 不又窮 這個好像說你窮 長相普通 不有錢 就是又醜又窮的意思就對了 又醜又窮 我又醜又窮 大家以為跟他這樣出去就不會 對 女生真的不要那麼笨 為什麼 如果你跟哈孝遠出去 你的另外一半就會顯得很優秀 而且那門檻很低 很容易 吃對飯啦 如果連海產 如果連海產跟他出去人家都會選海產 都是我帥的 海產 有可能喔 有可能嗎 如果我的老公 妳比海產還慘 超慘的 你看如果我的老公是跟舞陽出去 我就很放心 因為絕對不會有人來貼我老公 是這樣子嗎 都是我老公 是嗎 對 我老公都只能舔一些渣 收一些渣渣那種的 那我太爛的我老公又看不上 那就安全 但是在哈孝遠旁邊 又老又窮 又老又窮 哈哈 妳這樣被這樣攻擊 我老公很容易 妳是不是惹到他了 不行 你不行 直接我 直接罵出話 在第三信公關門口 蛤 第三信 第三信 他喜歡小優這種 他點一個超像我的 他離去第三信公關 對海產上下起手 也不想回家找你 太辣了 你先討一下自己 已經玩到這麼辣了 對 小哈哥走心了 不可考 他已經走心了 他現在這樣講 不知道 我都戳到他的痛處 戳到他的痛處 對 對 戳到了 真的戳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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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都說我胖 怎麼又老又走心 對啊 妳都胖而已喔 很奇怪 走心 但皓吳姐妳也不要笑太開心 說不定我們真的有一天 看到麥可哥在跟海產喇嚇 要不要對我起色心喔 那真的 沒有 我們就笑不出來了 對不對 我們講 哈哈 沒魚海產 他是真的 對 他要回去再親妳 就等於妳跟海產 見接吻 好 我們火腰位先 一開始不要問 來 小潔小潔來講一下 四位 我覺得他是張彥銘 因為我覺得不會讓我老公比 就是跟他一樣帥的人出門 因為我跟妳講 現在的女生 只要看到帥哥 不管他有沒有錢有沒有什麼 他就是會貼上去 因為小哈哥 就是真的是太 已經沒有魅力了 所以就 小哈哥 妳沒有必要這樣嗎 小哈哥 小哈哥 妳沒有必要這樣嗎 妳有必要這樣嗎 妳好好的擋裝 妳講我跟妳講 妳為什麼 蔣彥銘就好了 妳又回來哈哈哥 可憐的哈哈哥 因為小哈哥目標太大了 所以他很容易被狗仔跟 所以反而跟他出去是很安全的 因為很容易就被發現了嘛 然後 Paul哥是因為他有兩個女兒 我相信在有女兒的情況下 他不太可能再跟別的女生 有亂七八糟 是一個好爸爸 是嗎 有女兒 真的喔 真的嗎 利不從心 利不從心 勞動好了 我告訴妳 等於Paul哥是有想法 但是沒辦法 他利不從心之外 他還怕有 因為現在有兩個女兒 現在有兩個女兒 這個會 這個會 你知道我老公現在有女兒之後 他就會開始反省他過去做的一切 他就會想說 他有沒有對哪個女生怎麼樣 以後他的小孩就會有限世報 所以我覺得Paul哥應該不會 有一點劇情要 燕明是因為他太帥了 就是你跟他出去 你會覺得他旁邊一直就會有 小女生想要貼上去 如果他用剩的可能就會給我老公用 用剩 春的就對了 有用啊 用剩 所以就不會敢讓 他跟這樣帥的男生出去 也是有點道理 我知道那個舞陽的秘密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是錯的 舞陽很剩嗎 妳要講誰呢 妳覺得 我覺得是舞陽 就是舞陽 舞陽很剩嗎 不會想要妳的老公跟他當兄弟 是嗎 他的私生活很弱 真的 很亂 很亂 對 妳怎麼這麼亂 小百合 舞陽 真的 妳這不是我們錯看妳的 對 淫亂 我看妳頭 他常常去人體壽司是不是 真的 舞陽 對 妳該不會吃壽司的時候 都找小百合吧 哎呀 講一下 而且妳好像有一個傳說 他跟過60個人 60個人 我這麼都不記得 太累了吧 而且還不算太巴西喔 巴西那邊另外算喔 還是跟過60個人 三星的他也扣掉囉 真的 真的 那個多多小小的外國人 是那個互動方式是熱情一點 是算了 但是呢 舞陽的話我有一次 我有 不好意思 不只一次 不只一次 你講出來了 不只一次 躺在那邊的時候發現 怎麼拿筷子還是舞陽 沒有上班 舞陽 舞陽妳怎麼又是妳 不是舞陽 又點一盤 都打貴了 先不要拿那邊會冷 什麼的 沒有啦 快 妳講 妳講給她 點整機 講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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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白癡 我錄影的時候呢 那個在外面等待的時候 我有看到舞陽也是來錄影 但是帶一個正妹 然後 那個 他是那個正妹一直一直聊天 然後要離開 要進棚的時候 跟那個妹妹抱一抱 不是那種歐美人的抱一抱 她的抱抱是 正常的抱 然後那個 也是被 胸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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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之後基金 巴西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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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西樓到 妳要把妳巴西樓到一下 巴西樓到 巴西樓 起來 妳要起來 什麼 什麼 妳的巴西樓 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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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是這樣 不是 親親 就是 真的 親 真的 真的 真的假的 我沒想到重人 不是 媽的 這個很健康 我跟妳講 這個很健康 這個很健康 健康嗎 一個巴西人 這個起一個歐洲人 都是這樣子打招呼 就是我們要跟女生說個拜拜 那妳怎麼跟我沒有這樣打招呼過 對啊 為什麼跟他們沒有這樣打招呼呢 因為我後來就發現台灣會比較 誤會的狀況嘛 可是其實 了解我很久的人 他們知道巴西的係數就是這樣子 就是女生要離開 我們會好好的擁抱 擁抱得很緊 然後就左右親一下 總是有禮貌的 我可以看一下他們所謂的抱跟親 是怎麼示範一下嗎 男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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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來 來 來 真的來 那也不行 你要坐邊離開對不對 真的 真的 我們要花爪囉 拜拜 拜拜 是這樣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是這樣子 拜拜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真的 對... 沒有...你這個 你這是真的假的 我不知道 安靜亞來試試看 不是 安靜亞 試試看... 試試看到底是怎麼樣 好開心喔 好 然後說拜拜 又說拜拜 拜拜 真的拜拜的說拜拜 我們是真的會 稍微抱一下這樣 這樣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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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這個女生一定不會 這女生 台灣女生不行吧 你們今天去巴西 你們不是這樣子對巴西女生 他們會覺得你們沒禮貌的 喔 真的假的 真的 那我去巴西一定超有禮貌的 是不是嘛 還依依不捨 那啦 Ken哥 對喔 我們城市的呼籲 我們城市的呼籲民航局 台灣跟巴西 欸 大概轉八天的飛機是在下來 那我們的老公都不要擠 欸 其實亞洲人生很吃香 在巴西 喔 真的 即使是我嗎 你也 你也 你剛剛去美國 你去美國 你去美國 其實是 我到巴西他們看的是我窮嗎 沒有 沒有 沒有不記得 不是 不是 還要放棄咧 在巴西還是很快 走心了啦 全巴西追求 我們慢慢找 全世界一定有一個地方 總有一個國家 對啊 飛走 飛走 對啊 沒事啦 來 我們接下來看看 悄悄也有話要說 我覺得 不會讓我男朋友跟Paul哥一起去 因為Paul哥 你看他就是有錢 有錢會怎麼樣去夜店 去酒店 有錢就做怪 開包廂 幹嘛幹嘛的 而且每個禮拜都可以在酒吧 看到Paul哥 我不可能讓我男朋友跟他 一天到晚在那邊 爬爬走啊 喝酒 而且他已經有兩個女兒 又有老婆了 怎麼可能這樣子 而且Paul可以吃兩袋 母女那兩袋 對啊 母女那兩袋 母女 天啊 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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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女 Paul哥可以推給阿虎 對啊 來 所以他的 你看到沒有 愛泡酒吧 身邊的妹叔 來 這是以前啦 以前啦 以前啦 現在蓋了 真的嗎 這是以前啦 蓋到了 真的 以前是可能有跟朋友去小酌一下 不只小酌 不是 我只要在那邊那個吧台就會塞車 在哪個角落哪個角落就會塞車 所有女生都會來跟我要酒 天啊 如果那一個去夜店或酒吧的女生 沒有跟Paul哥喝到酒 表示 我沒有打卡到 那這個大卡經典 沒有打卡經典 對 那時候當年的打卡經典 對 Paul哥 這麼厲害 帥 好 那安心妳會覺得 妳會擔心妳的另外一半 跟哪一位出去 應該是張彥銘吧 因為我覺得他的妹 偏年輕 怎麼會 比如像Paul哥我覺得 Paul哥 現在沒有妹了嗎 周家人 他還有家 沒有妹有家 感覺他們就是真的會約泡茶 下次 約泡茶 什麼 你 就直接跳過那些步驟 泡茶 直接約泡茶 外彈弓啊 其實要擔心的反而是哈哥 你看他醜歸醜 可是他很多球員的朋友 真的 球員的朋友啦 你這個樣子還敢講偏醜 你現在說我比你醜 你有什麼資格說人家 不是我說我醜 那邊都這樣說啦 還醜吧 很多球員的朋友 球員朋友也對啊 你那麼多球員朋友 球員 又有啦啦隊 那是一定很多女孩子都正常的 對 對不對 對啊 但是大家應該都為兄弟 做過一些很瞎的事情 對 我們今天其實都有記錄下 對 我們看一下第一條 來 我們來看看 幫買小三的機票 什麼鬼 什麼鬼 太粗粹了吧 可以啊 首先 因為那時候呢 沒有 因為他跟他老婆 就長年以來就已經 感情生活那方面也都不合行 也不行了 對 其實就是已經各玩各的 但是名義上還在一起 所以那次呢 他就跟我講說 我老婆一直要找我的把柄 跟我離婚 雖然我外面已經有一個大新的 但是 不能讓他知道 我也知道他有啊 但是不能讓他抓到 我們想要一起出國啊 常常出國怎麼辦 如果我刷卡我老公 我老婆一定會抓到說 欸 為什麼買兩人的機票 一定就是有問題 我說啊 那你可不可以幫我買 我現金再給你這樣 我說這樣好嘛 你為了離城 離城多好用對不對 我就幫他買了 買了以後 他就默默的跟小三在機場會合 然後就去了 他還跟我講說 欸 如果我老婆問你那幾天 我老婆打來不能接電話 不能讓你 你自己不能接對不對 對 要不然就說 咕咕 咕咕 我來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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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說 對 所以 你應該裝不了 還是不要接好 咕咕咕 這也怎麼爛 你一定被發現 你還是不要接好 你太咕咕咕咕咕咕咕叫的 奇怪了 所以搞了幾次OK以後 他也就越來越大膽 還買了兩三次 都隨便 到最後以後他也不在乎 直接就什麼拍照打卡什麼都上來 然後他老婆一看就說奇怪了 為什麼都是一個人這樣 還是有那種角度的那種照片 那種照片 到底誰拍的 路人怎麼會幫他拍這樣的照片 我都一直說 我拍的 我拍的 他說你屁啊 你現在馬上拍一張給我看 結果一拍都是眼歪嘴心臟 都很醜 女生就特別拍得特別好 他就知道有問題 直到真的是有一張 我記得是在大阪城前面 他就幫他那個男生拍照 他說沒有啦 我同事幫我拍的 結果呢 幫他拍照的時候 他這邊有一個 那背影一看就是長頭髮的女生 然後就被抓包 抓包以後呢 完蛋 本來是兩個都各玩各的 但因為抓到有小三 現在變成他要賠那個 分走以後全部的房子什麼都要賠 所以我們一定要挺男生嘛 對不對 好貴 但你還是賺到他的里程書 對 天啊 哇 這個真的是 所以什麼 出差應酬啦 這些有很多的理由 女生都不會相信嗎 不會 如果男生說出差應酬 大部分都是那種那個 有怪怪的 對 有怪怪的 沒有一定的啊 我老公以前就是 因為我老公是電子業 他們也常常應酬在酒店 因為我每次都會生氣 他那時候最高紀錄 一個禮拜有三天都在那邊 每次回來都是 就是一直吐 回到家就吐 醉醺醺醺醺的 然後腳又臭 哇 真的 看到就討厭 就是火冒三丈 所以他後來要去酒店 他就不告訴我 他只跟我說 11 2點的時候他就跟我說 我要睡覺了 睡覺的意思就是 我不用再打給他了 他手機就會 他手機可能會關飛行 我早也早知道他 在國外 對 他就會偷偷的跑去酒店 而且我跟你講 他常常背後 譬如說他的親戚會說 會不小心說出來 說你們那天去哪裡玩啊 什麼Michael什麼2點多才回家 他明明就跟我說 他很早就要睡覺了 被他親戚背後 或者是我打給我老公 12點多突襲 快一點的時候我就打給他 他接起來 喂 那個聲音就是很神秘 假裝在廁所 藍藍2098香早 藍藍2098香早 然後他會 突然會聽到廣播 我跟你講 對 會突然 換牌啊 轉牌啊 你就會突然聽到他 旁邊的人說 眉飛色舞就來了 對 我說笑什麼舞 廣開 廣開 每兩個小時會秀一次舞 他說那個妹站在旁邊 本來還跟妳聊天 那被騙喔 應該半小時要講 音樂結束又繼續跟你說酒店 就叫我盡量不要打擾他們秀舞的事情 也是啦 不要整點打 拜託 對 不要整點打 我不要整點打 是整點的時間嗎 對 整點 跟兩個小時要整點 半小時一次才對 妳老公被框了啦 被騙了 天吼 這邊都是行家 很內行 我們再來看看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誰 第二條是 跟小三演一出戲 竟然演到床上去 誰起來 誠實大家說的 因為我們球員很多 我們球員大家都是兄弟 我的天啊 我們球員就是要彼此遮瑕 就像在場上 我永遠要幫你做Pick and roll 永遠要幫他做擋拆 所以髒活都是我們互相彼此會做 但是有一個 有一次那個真的太髒了 髒到我真的 我也覺得蠻噁心的 就那不是我 那是我的隊友 一個A 一個B 有一次他們就去唱歌 唱歌唱一唱 然後那個A 就約了一個妞來 那個妞她反正就是 剛認識沒多久 兩個已經 打得火熱了 已經有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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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咧 唱... 也不知道哪一個王八蛋 既然洩漏了 我們在哪裡唱歌 突然A衝過來 門一踹就出來了 真的 真的 要踹進來 真的 半小時到了 等一下... 等一下... 這歪掉了 那個球員的老婆是媽媽桑是不是 是媽媽桑嗎 還管小姐的 怎麼還不秀舞 我們現在是正常KTV 收購錢櫃 收購錢櫃 對 收購錢櫃也可以秀舞 沒有秀舞 收購錢櫃沒有秀舞 對 反正就是她突然就進來了 那比如說 還好她那個A跟那個女生 就是沒有很親密 但兩個坐得很親 糟糕 那個老婆就進來 反正大家也都裝得很鎮定這樣 那個老婆就說 A老婆就說 新朋友沒看過啊 這樣子 好可憐 這個時候B 當然這個時候我們 跳出來 馬上就要貼進去 那個B就馬上衝過來說 對啊 這我朋友 我朋友 但女生也是 也知道 事項 先閃 謝謝... 就走了這樣子 好 那個女生走掉以後 那當然A跟她老婆兩個也沒 才沒多久 15分鐘就閃了 對啊 結果過一下 B也不在 那我們也無所謂 反正我們也還有妞 有妞我們也不會女隊友 對 然後就 過了 差不多一個半鐘頭 那個B 又跟那個女生一起回來了 為什麼 一起回來了 我就 對 然後我就 為什麼 時間到了嗎 好 謝謝 可以 不要再Cue很累 不要再Cue 好累喔 就坐得好好的喔這邊 好累喔 搞的 一進來我就問她 我就問她說 你到底發生什麼 怎麼回事這樣 她說沒有啊 就是我後來 要去我朋友包廂的時候 剛好在大廳看到那個女生 那女生就有點難過 因為她想說 因為那個A是跟 對 跟老婆走了 對 她就媽媽無聊了 然後那個B就想說 那不然反正你來了 來了都來了嘛 那不然你還是要盡興啊 那我帶你去我朋友的包廂 就帶她去她朋友的包廂 唱一唱唱一唱咧 唱一唱唱一唱 然後反正都有一些都喝了 結果收購 先不要說哪一間 我已經講了 收購那一間 B掉 那一家錢櫃 有一個樓層 它是像廚房 它是中央 它是廚房 它沒有 有一層樓 它是沒有包廂的 真的 對... 你們下次去注意一下 然後 反正她就在那一層樓 就跟那個女生就直接 發生了 就尬了 完了以後 兩個就很好 然後再回來包廂 難怪 結果到下一場比賽的時候 那個B就真的帶著那個女生 就出現在球場 然後就讓那個A的老婆 就更放行 那A的心情呢 A的心情就是覺得 那天突然就投不進去了 就是覺得 對 因為有輝率... 但是她也很開心 可以跟兩個人本來只是 本來只是隊友 那有了更進一步的就是 兄弟 兄弟 好兄弟 大家都好兄弟 她就是真的從 普通的兄弟變表兄弟 心上加親 我覺得男生很奇怪的就是 他們都可以共用 對啊 我們女孩子 我們女孩子會翻臉吧 他們接到球就習慣就打了 就打了 男生都可以這樣子 沒關係 我很窮又很醜 不關我的事 老婆不關我的事 怎麼會這樣子呢 我可以知道是哪一層樓嗎 如果以後 我找不到老公的話 我可以去那一層樓嗎 唉唷 妳為什麼 但妳不要那麼悲觀嘛 不會 妳老公不會 妳怎麼找不到老公 妳老公就一定是去做那個事呢 怎麼會這樣子呢 不是 因為我覺得男生真的很難相信 不相信任何人這樣好嗎 你們都會騙老婆 因為有一次我老公他就說 寶貝這個場合不可以跟 我說為什麼不可以跟 他就一直不講 他就說沒有啦 兄弟局 兄弟局 兄弟局這樣子 結果就剛好看到他的訊息 上面有一個說 這個場合只能帶 喔 不能帶便當 欸 為什麼 不可以帶 但這種局是真的 真的有類似這種局 但是男生也其實覺得無聊嗎 很多很多 很無聊 沒有講真的Paul 各位講 我們想著老婆 想著女兒 在那邊吃無味的 跟無味的女生在那邊 哈拉打屁 多難過了 那酒喝下去都是苦的 那你們幹嘛去 那你們可以就是全部都男生就好了 可不可以 全部都男生就 打不開 又涼不開 垂逛逛 那個話都 話夾子打不開 打不開 有些人男生心裡話 比如說 他今天心裡有苦 訴求了 對 他又覺得男人的尊嚴 不能跟男生跟男生裡面 我不能跟男生講 對 要跟他面子嘛對不對 如果有個女生說 哈哥你今天辛苦 對 今天就是訴求這樣 我就聽到 對 我就會安慰他說你辛苦 我說你也知道 這樣男生跟男生 就要有一個 對 粉色的橋樑 就是 就像這樣子一樣嗎 粉色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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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個女生就會坐在那個橋樑上面 對 就女生就會坐在那個橋樑上 坐在橋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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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個橋樑為什麼不可以是老婆咧 老婆都會變孟婆就對了 對 哇塞 這厲害 來 好 其他女生來說說看文文 對 我覺得男生 就是約局一定很愛約妹 就一定要約妹 然後呢 重點是那些妹都很喜歡 然後就會聊到很晚 一開始我就會想說 他應該就是兄弟聊天 然後聊到很晚這樣子不回家 直到有一天 我坐他的車子的時候 大家知道那個 車門旁邊下面有一個置物的 置物的空間 然後我手一摸 拿出來是一支口紅 然後我後來才知道 他除了順路送那個桃園的朋友 回家以外 他連不順路的妹都送回家 而且重點是不順路喔 他不順路 對 因為我 我男朋友他就是那種個性好 他可能沒有做壞事 他只是個性好 他可能私下有在開Uber 或是他有一些太年輕 我不想結婚 對 結婚 為了家庭嘛 他會再結婚 他被客訴 不好意思跟你說 沒有 我跟你講 你搞不好他有女裝的習慣 你會準備一支口紅嗎 我的車上有口紅 我想要幫你買婆金包 對啊 你看他也是啊 他都有 我隨時要補一下啊 所以其實我要擔心男生是不是 對啦 沒有 是 後來他只是好意 想要送那些女生朋友回家 結果那些女生 有一個女生喔 他直接問我男朋友 要不要單獨去香港玩 沒有 他都會不會開運氣 不是 你不要合理話 你當司機 沒有 妳好玩 妳那男朋友也會開飛機喔 沒有 不是 他是 他讓那個女生覺得他有 對他有意思 所以他還約他去香港玩耶 真的耶 男生為什麼都那麼匪淚啦 沒有啦 那個絕對是非常少數 這個人啦 你們的道德底線是不是很低啊 怎麼可能 這有這樣嗎 彥鳴 有嗎 道德底線會低嗎 我不會 但是我有一個朋友很誇張 不可能第三條家人說你吧 是嗎 不可能是你的故事吧 二選一的 應該故事 劈腿分身法術還要幫他去約會 天啊 你喔 你會這樣做 真的沒有道德 沒有 我們可以這樣 我這個朋友 我這個朋友他長得很帥 然後他那個時候 同時跟三個女生曖昧 三個女生 然後 他都統一不叫名字 因為會叫錯 所以他都叫 對 都是用寶寶 然後有一次 我們之前幫他掩護過很多次 但有一次真的是 他自己把他搞砸了 他就出了車禍 出車禍之後就算了 我們在醫院陪他的時候 他就自己在那邊打卡 打卡就慘了 三個女生就知道 去找他 對 三個女生就知道 要來看他了 周星馳的加油喜事 對 就不要康了 可是 那個時候 我那個男生朋友就說 那好不然就分配早中晚 早分配 早上來一個 中午來一個 晚上來一個 這樣子可以分配 好渣 探病時間這樣 對 在醫院嗎 年輕人 年輕人 鎖字比較短 不需要用現在的想法去想他們 重點是 他沒有 為什麼要講到那裡去呢 他就是來探病而已 看病而已 健康交流 A片看太多了 然後早上那個 還在聊天的時候 中午 下午那一個提前來了 就先來 上一個還沒有結束 對 然後 他就趕快跟我們這些兄弟講 我們說那怎麼辦 我們就只好 那個女兒 第二個女兒來了 我們就說 因為 他就是還在做一些檢查什麼 檢查 他就說做什麼檢查 我那個朋友超白癡說 白癡出生或照大腸鏡 出生或為什麼要照大腸鏡 然後我們在那邊幫他遠出 沒有 可能撞到腸胃 對 撞到腸胃 怕有內傷 弟弟都會撞到 趕快走在路上去 後門被撞到嗎 屁股被撞到有可能 有些人騎車會用那種 防滾的那個一根一根的 撞到 撞到 後來之後先帶那女生去 醫院附近的咖啡廳 就是先幫他處理一下 上一個走的時候 我們再說 那他那個大腸鏡照好了 然後推出來 上一個朋友還趕快去幫他推床位 上一個女生走的時候 上面有兄弟在接風 推床位出來 剛好遇到說 你看好可憐 那邊裝很痛 大腸鏡坐完大腸鏡很痛 連出車禍都要這樣裝 還要繼續移動 還要嚴整 他真的不得好好休息 真的 好 接下來還有什麼 你看他第四條 哇塞 陪上酒店還替他被老婆罵 蛤 蛤 誰 陪上酒店 陪上酒店 酒店的人 這種我們這種窮的應該沒辦法 窮的應該 有錢的才有辦法 半小時千 我也是那個時候學到半小時 對 那個時候就是還有一個暗號 我跟另外一個朋友 那時候我還沒結婚 他跟他老婆 如果他想要出來玩的時候 他就會打給我 他老婆就會打給我 是他老婆打給我說 欸 那個 我老公說你最近又失戀了 我就 我就get到 對啊 對啊 那我知道 他就會掛斷 出門的理由 下一秒 他就會傳地址給我 我就去那邊會合 對 然後呢 這是一開始喔 但我跟你講 有些兄弟不值得挑就是這樣 一開始還會找我 後面就只把我當藉口 他騙了我的身 但是不騙我去那個酒店 他不約我 不約你 對 我把他打了 然後他不約我喔 這種人就不應該交 就應該 比較好戲 對 要演就要演整套 對 演就要演整套 重點是 我就一直幫他打好 反正沒關係 反正我玩他開心就好 因為有時候我們說真的 我們也要忙我們自己也是 忙到一陣子之後 有一天他老婆打來說 欸 喂 Paul哥 我覺得你這樣不太對 你怎麼都在 騙我老公 賺我老公便宜 蛤 蛤 我怎麼賺你老公便宜 你們去酒店 為什麼都是我老公付錢 因為我看到那個帳單來 每次都是我老公付錢 他每次都是跟你去 因為你失戀他陪你去 結果你們兩個也不勾大取下 我看 每一筆每一筆都是他在付的 欸 這種朋友這樣做應該嗎 我們家裡也有小孩要養 哇 我剛剛聽到這個傻眼 我幫你掩護 幫你擋刀以外 還要被你老婆誤會說 我要陪你 要贊你 他還沒揪你 對 重點是沒揪我 沒揪你 每半個小時就 而且那個時候 他老婆打來的時候 前一陣子他老婆剛開始還很好 前一陣子打的時候 他說完了 我還在酒店 但我問你我在家裡面看追劇 結果他老婆打來說 我那時候應該在酒店 我還把他特別轉到 那個音樂頻道廣告 登... 登... 不要再Cue啦 喂 妳說什麼 在那邊沒有啦 真的嗎 秀我 秀我 我還這樣裝欸 沒去還要這樣自嗨 對 還沒 找還要去自嗨 還要跟一個隱形妹 秀我 對不對 有些兄弟值得扛 有些就不一定啦 有心按人 但我說實話 以過來人老人的身分 半白老人的身分跟你講 其實 與其越管越遠還不如不要管 你管那麼緊 遲早會被帶去酒店 我遇過一個 兄弟的女人更誇張 她是 她也不去酒店了 直接都跟她的小三約在那個 就說要去運動 而且重點是回來洗澡很合理 不同的香味 所以剛好就去別的地方洗澡 跟家裡的肥皂不同香味 因為老婆也不會懷疑 而且去運動了兩個小時剛好 那個MOTEL也是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 對 所以她老婆就覺得很怪 她就一直要抓她 但是她每次要運動說 沒有啊 放在那個 置物箱裡面 置物櫃聽不到 不要吵我這樣 所以她老婆 有一天我也跟她們在那邊運動 看她們小生在那邊 蛤 她推不動 推不動的時候 突然 自當清洗喔 阿Ken 你的老婆找你 請到那個櫃台聽電話 阿Ken 直接用那個櫃台 打到櫃台去 叫她老公聽電話 看她賭她老公有沒有在健身房 還好當天她老公在 後來沒抓到 她沒有放棄喔 就跟你們講 這些老婆繼續不放棄 後來怎麼辦 買了十堂課 對 沒有 買了十堂課 但是她不去上 她跟健身教練說 我買了你十堂課 待會兒我沒辦法 我手無伏機率我也不要去上 你就唯一的是 這是我老公照片 如果你看到他跟別的女生 請你馬上打電話給我 哇 這等於是要教練當線人 就真的被抓到 真的被抓到 抓到以後呢 怎麼辦 兩個也是拆散 也是離婚 所以也是沒什麼好下場 對 但這種健身房的事情 就是有這麼衰的事情 就是有人會真的去認識 那個健身房的 那個老闆的老婆 那怎麼了 大家應該都 我們藝人很多都會去一家 在西門町的一家健身房 是 那個老闆是以前的健美孫子 對 豪哥 對 豪哥 就有這麼衰的事情 我老婆跟他老婆是麻吉 蛤 是喔 因為我們這種男生 又窮又醜 我們已經沒有 已經沒有太多機會 可以去外面玩了 那我們就好吧 那我們就老婆 我那時候就老婆 我就跟我老婆說 那我去健身房 就去西門町 但那邊有很多網紅啊 健康健康 很多很漂亮的女生 都會去那邊 對 沒錯 一個穿得比一個辣 那至少我們就會 就會引起我們一些 認真要去健身的那個動力 一定會有 結果咧 有一次 我老婆就跟我講說 那妳去健身 我跟我閨蜜去喝下午茶 結果咧 等我再回家以後 我老婆就跟我講說 老公 妳以後不用去西門町了 我已經幫妳報名我們家樓下 的那個健身會館 又是會館 我說好 我說好 那我去看一看 結果一進去 全部都是那種就是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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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他們真的很投入在妳的界線 對 原本有年輕奶奶 現在就變老奶奶了 在那邊滾輪喔 穿得比西門町那個還辣 還辣喔 在那邊滾輪 一邊滾輪 你不仔細看 你以為他們在用擀麵棍 擀麵 真的 對 做設施 我就說 我說你為什麼 回去我就問我老婆說 你到底為什麼要 這個我去那邊幹嘛咧 年齡好像有一點差距 對啊 我說我去西門町那邊 豪哥 還有一些很 就是很厲害的那個 健身教練會帶著我做 他說你不要再騙人了 豪哥的老婆都告訴我了 就這麼隨意 抓包 對 介紹認識朋友真的很重要 應該是說不要做虧心事 對 比較好吧 也是 對不對 男人做這個 一些虧心事的話 怎麼辦 皓如姐 我是直球對覺型的 直球嗎 直接問 我也忍不了多久 像我老公以前認識一個 他們公司的業務 那個老業務 他自從我老公跟他混熟之後 就是他們業務不用在辦公室 所以那個老業務 就帶他去打麻將 要不然就去賭博 要不然就不知道去哪裡玩 玩到我有 玩到那個可能麻將一打下去 我老公本來跟我約好 是6點要來接我下班的 他絕對走不開 要不然就是很準時的到 怎麼換了一台車 他就說我賭博贏的 你就覺得 變得真的是一個賭客 怎麼會開了一輛車 不是你早上開的那一台 他就說因為有人付不出來 所以他把他的車直接給我看 完全就已經變成一個 一名的 那變成一個賭博 很愛 他們下午就翹班 遲遲的就專門做這個就好了 好厲害 慢慢在變形 這不是 他不應該待在台灣 應該去澳門才對 對啊 過一陣子走路一拐一拐 我是 賭豪 回來了 很厲害 厲害了 那陣子他桌上都會有一些巧克力 眼睛一隻變色 眼睛一隻正常的 賭神 對啊 我都問我為什麼 交到那個壞朋友 我老公那時候租一個房子 住在他 就是在公司旁邊 走路就可以上班 他那個資深牢鳥業務就很喜歡 下午的時候沒有賭就幹嘛 給我搞色 他就會帶女的 女生朋友跟我老公要鑰匙 去我老公的那個租的房子裡面 跟女生在裡面 那個 下午的時候 有時候叫我老公說一起回去 回家休息 當歸公 沒有 他找來的那個女的 他總在旁邊看 沒有 他找來的那個女的 當觀眾 對 要給插座 他玩這麼大 變蛙絮是不是 他老鳥才沒有對他那麼差 不然我老公怎麼會對他忠心耿耿 他當然是分得到一些香的吃 那個老鳥的那個女朋友 那個女 找來那個女的 會帶另外一個朋友 會帶另外一個女生 好可怕 他們下午這些業務 根本沒有在跑業務 他們回到家裡面 自己一對一 一人跟一個女的 他的那個老業務 馬上就帶另外一個女的進房間 天啊 而且還是進我老公阿嬤的房間 好 糟糕了 奶奶看就是奶奶了 他們是奶奶 他們就是 結果是阿嬤在旁邊看 阿嬤在看 阿嬤在看你 阿嬤回南部了 阿嬤回南部 他很大膽到進阿嬤的房間 不行啦 下午4PM就在4P一下 哇賽 奶奶 阿嬤沒有廉恥 阿嬤到事情發生到一半 門被阿嬤踹進來 阿嬤 下午 沒有 沒有 下午 下午之類的 哇 太誇張了 阿嬤都離開好了 離開阿嬤腳 我跟你講男生就是這麼沒有道德 就是這樣 怎麼辦 跟我老公就兩個人坐在客廳 我老公也就是很尷尬 因為這是我老公跟我講的 他講的一副他很堂堂正正 很委屈 他就說他跟那個女生就沒有發生什麼 可是那個女生就是被找來 就是要陪我老公的嘛 他就拿我老公的手去摸他胸 那後來咧 沒有 後來我直求對決的方式 就是我很討厭他跟那個業務混在一起 我就跟我老公說 你如果不跟他兩個人保持距離 分開 就是不要那麼常聯絡的話 不要跟他掛麻吉 我說我就會直接找到他 我會在他面前跟他對峙 我會跟他講 我很討厭你對我男朋友這個樣子 或者是我會直接傳給他的女朋友 我就是讓他 就是讓他也難看 玉石俱粉 對 因為男生很要面子 因為我老公一聽到我要去跟他的朋友 當面講的時候 我老公會說 好 沒關係 我來處理就好 你不要去跟他說 他會怕在那個男生面前就丟臉 然後我幹嘛 對 他就是會保持距離 對 你看我們聊那麼久 其實男生不管再怎麼樣 好像時間一久了 你夜路走多了 還是會被揪出來 對 不要做壞事 我覺得是對 不要做壞事比較對 但是應該要為彼此著想 這樣子這個 婚姻關係才能夠長久好不好 今天要謝謝雙方的分享好不好 謝謝囉 謝謝了 大家按讚 還有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我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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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